好 再来我们持续来关注大陆快艇翻覆 事件酿成了两死两伤 事发已经将近两周了 海巡署连任来跟陆方代表八度的协商 但是都因为各有坚持而破局 那今天可能要再举行第九次的协商 对于昨天协商的结果 双方依旧是三肩其口 那么金门地检署昨天表示 死者的遗体因为家属对死因有意见 需要待解剖之后 确认家属对死因没有意见才能够发回 另外事故船只是重要的证物 所以包含了陆籍的渔船 以及我方CP1051巡罗艇 基于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随时有调查见识船只的可能 所以不能够发回 目前两艘船都是由检方扣押当中 不过现在有最新的消息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指出了 大陆快艇左线下方有明显的撞击凹痕 那是否就是与我海巡艇碰撞引起的 目前已经委由第三方机构来鉴定 全案是朝着过失致死罪的方向来侦办 那为了要查明两船的撞痕 是否吻合以及撞击的力道 那检方除了紧急采集刮痕材质详细的比对 也决定委由第三方公证单位来进行勘验 要厘清责任归属 那另外检方也查扣了船舶轨迹资料 确定双方航行位置与时间 同时隔离征讯 获救的大陆渔工 以及海巡署的人员 务必要查明真相 好那对此海委会主委管碧玲 他表示说了过失致死 就表示不是故意的嘛 到底是有无执法过当 是全民所关心的 他也愿意接受检视 那管碧玲表示了自己呢 也是大功无私哦 等待检察官检视的结果 因为是过失嘛 就表示不是故意嘛 好那但是呢 我还是不愿意做任何的论断 这件事情从头一开始 我每一次讲都是 海巡有他的说法 然后我也看到了行政调查的报告 作为长官我相信他们 但是对于整体的案件跟社会来讲 还有对于双方的公平来讲 我必须不偏不倚 大功无私 然后让检察官来还原真相 这是我的基本的立场 那么过失致死 基本上是两条人命 人命关天 那一定会朝过失致死来征办 这也表示我们的法治的国家 对人权的保障是非常的成熟 但是会不会 最后会不会造成过失致死这样的结果 还是要侦查 那目前在侦查中 因为在侦查中 所以还是一个他治安 但是过失致死的方向 我们认为说两条人命 到底有没有执法过当 是全民所关心的 那我们是愿意接受检视 但是针对了大陆渔船 翻覆酿成两死的这起意外 陆方代表和家属呢 跟我方进行第八度的协商 现在依旧是没有共识 而大陆海警则是展开了 惊吓海域大执法 还惊见了飞弹护卫舰 跟海巡署同框 我国退役少将就担忧了 怕台湾麻烦大了 大陆飞弹护卫舰出现在惊吓海域 展开大执法 一度还和我国海巡署舰艇同框 海上气氛紧绷 陆方代表和家属 与我方针对船难第八度协商 不说双方讨论是不是有共识了呢 好谢谢 双方八次闭门协商始终没结果 陆媒报导协商中 全州台办副主任 质疑海巡署 当时大陆渔船都熄火了 海巡为什么还冲撞 更质疑关键影像全都漏 他根本不相信要求道歉 不过蔡政府没承认碰撞 还传出官员担忧 如果先道歉有主权疑虑 我的老天 如果你今天做人 就犯错 你伤害到别人 然后我道歉 我赔偿 道歉就是有损人格 我什么玩意儿呢 那人家家人死在那里 十几天过去 道歉不能安葬 你们凭什么可以这么嚣张 这叫做没有人格 还有什么国格 事情发生到现在 不要在那边鬼扯 什么主权问题好不好 你会搞到我们 割地赔款 你的无知 无能 才是真正的问题 专家说这次大陆海警 重新编组大型舰艇 大陆农业农村部 也派出两艘余胜船 尤其这次出现海警 两两洞两舰艇 前身就是大陆海军 飞弹护卫舰 动物三型舰艇改装 两个对比 除了涂装跟飞弹装置不同 其他几乎一模一样 火力强大 甚至可以提供直升机起降 退役将军直言 就怕台湾麻烦大了 海军的飞弹护航舰改装 保留了三七厘米的快炮 事实上它等于就是 他们的第二海军的军舰 国防部在那边的金防部 会不会这种运武的军舰 他到时候要登船检查 双方这个火可能会燃得更大更旺 两岸敏感时刻 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吴俊志 首度以党务身份跟大陆学者交流 吴俊志脱口说 台独党纲已经是历史文件 在野党说 两岸想恢复对话 就从这里开始 既然是历史文件 就飞跳了吧 你就放在你的党史馆里面 民进党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最好赖清德主席公开的出来讲 反对台独废除台独 未来也不会支持台独 两岸紧张关系持续升温 当蔡总统的冷处理解决不了问题 恐怕得拿出更多诚意来解决争议 记者黄义俊王志涵 SNG小组台北金门采访报道 所以到现在都没有真相 就是因为没有关键的录影搜证 所以引发了争议 那么对此前海军舰长吕李施 他26号的时候就表示说了 现在的海巡署的暗计雷达 是跟国防部的连程系统 那以前这些东西是连在一起的 这些雷达的画面是有存档的 所以他说他要问他们 为什么不拿出来呢 如果你们讲的都对海巡艇 这个有被碰撞的话 那么雷达上面其实都是看得到的 而且其实在整个金门 海巡署一共是有7座的雷达站 海巡署你有去掉这个资料吗 另外立委徐晓星 他也最新曝光了一个LINE的对话截图 他指引了台委会主席管碧林 在民进党立委的群组下指导旗 要求绿营帮海巡讲话 徐晓星就指引了 为什么绿营你们现在要这样偷偷摸摸的呢 而不是主动向全民说清楚陆传案的真相 那么对于立委红生汉呢 他抨击说徐晓星错误的解读内容 徐晓星他也痛批如果基层的配备充足 有录影画面的话就能够很快的厘清真相 炮轰民进党无作为还只指点点的实在离谱 再度曝光还有会主委管碧林 2月3号在民进党群组里又在下指导旗 对比大陆的严抓严打行径 不只是驱逐而已 现在是一个真相未明的时候 管碧林主委是不是都应该 向全民来说呢 为什么有话只能偷偷摸摸的 跟民进党的立委说 徐晓星怒轰管碧林偷偷摸摸隐秘翻全真相 难道这群组对话也是造假吗 民进党令委没证实真实性 只说这是解读错误 徐晓星委员却把这上面的讯息 误读成好像是在讲台湾 你是在质疑扣船的正当性 洪生汉看不懂 不代表管碧林看不懂 对于扣船也好 对于驱离也好 这一次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海委会或是海巡署 出面对全民说清楚 那怎么会变成是说 跟特定的绿营的政治人物 拜托他们出来帮你擦脂抹粉 绿营在把问题归咎认知战 批评国民党帮助老共内海化 不过对于碰撞分析 通联记录公开 以及海委会早在五年前 就承诺过会配发命令器的问题 民进党依略无事 命令器佩戴与否 并不是这两位中国船员死亡的原因 如果过去能够把这些基层的配备 全部都让海巡人员都是拥有的 那今天出了这样子的事情 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现在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想要帮忙政府锁紧螺丝 竟然还要被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来指指点点 非常非常的离谱 双方写商都还未游过 管碧林先前进在脸书发文 开头写上烽火中的白色百合花 一面承受烽火 一面埋头苦干 这让网友赏也表示 怎敢自比是百合花 不要糟蹋百合花的清香 海巡说法不一 现在却在淫湿实在恶心至极 在这一次海巡署的处理态度上 不就是充满了隐匿说谎造谣跟抹黑吗 所以民进党怎么还有脸来自比 神圣跟高洁的百合花呢 陆玉传反复至今真相未明 管碧林在被揭发下指导期 却自身是烽火中的百合 恐怕让人难以接受 今天联邦长老师海安台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硬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说给我感觉 Reading 详IT 用